好香,夠快味,你一定喜歡吃 本身裡面已經加了辣椒粉 就是調和味道,不怪是有點辣的 然後加上很香濃的黑醬油的味道 加上花生和豬油的味道 嘩,怎麼一塊包可以這麼鬆化? 而且這些都不油,太過人炸東西又要再加 每次吃炸東西都要炸炭 我們吃到蝦多士,麵包很油 要不就很油,要不就很硬 但這個酥化,我來這裡就是為了這個 我們叫它做泰式的Nacho 是呀 其實是平時吃炸雲吞味,再加一些 冬蔭味的煮肉水在上面 是呀 Yo,大家好,又是我泰國小遠 遠泰 如果有看我們上一集,我們剛剛在唐人街 做完這個按摩的workshop 當然要吃東西,難得來到唐人街 當然啦 我們找到一間很草正的麵食 泰國湯粉 冬蔭湯粉 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小食很特別 因為平時吃湯粉就吃湯粉 最多都是炸雲吞皮 但是它的小食好像是挺特別的 是呀,其中一個我們會稱它為泰國版的Nacho 不要說那麼多,口水都流了很餓 我現在要點幾小時,快點吃東西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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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東西吃了 好像很精彩感 很棒 好像樣子很棒 我們先吃拌麵 拌麵是主角 為什麼兩個都是拌麵 因為這裡寫著乾半碗米粉 我想應該是乾麵出名吧 我以為你剛才是一個拌麵 不是 不要緊,我們先試一下 這是什麼拌麵 這個是你的 你是冬任哥的 所以你拿了我的 你覺得好像比較好吃 我這個是黑醬油拌麵 你覺得是粗麵 我剛才問了你要拌麵 OK 這個冬任江湯麵 顧名才是冬任味 裡面有魚蛋 炸魚蛋 豬肉片 還有一顆雲吞 還有這個什麼 豬肉渣 其實我看兩碗的麵 味道不同 但那些材料應該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要先吃這個 金邊粉 因為它好像已經一坨 沒什麼味道 但是有很香的豬油味 雖然它是清淡 但味道是OK的 它是好吃的 沒什麼味道 可以這樣說 如果它再強一點 冬任味 我覺得這個 很棒 很棒 因為豬油真的很重要 加上香氣 如果你嫌太乾 可以加少許湯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好吃嗎 好吃了 嗯 如果你吃乾拌麵 覺得嫌太乾 可以加少許湯 就放進去 嘗試雲吞 先吃雲吞 嘗 有蝦在裡面 它是一般泰國的扁扁的雲吞 很好吃 很香 很爽 剛才我偷偷吃一顆魚蛋 都是爽的 雞肉麵也好吃 是爽的 但是我們太餓了 我什麼都好吃 你不介意 而且它的配菜是挺不錯的 你看到它的碗裡有很多肉碎 花生碎 還有炸豬皮 這些配料是令到麵更有層次 加上它的配料也不錯 不論是豬肉丸 魚蛋 炸魚蛋 雲吞 都是很好吃的 我不喜歡吃炸魚丸 很硬 不是 我覺得很硬 泰國不是每間湯粉麵 也有這些鋪的蛋麵 對 我看到很棒 嗯 很香 黑醬油味 很香 夠了味 你一定會喜歡吃 嗯 它本身裡面已經加了辣椒粉 甜和味道 不怪是有些辣辣的 然後加上很香濃的黑醬油的味道 嗯 加上花生和豬油的味道 很好吃 但前提是你喜歡吃黑醬油 嗯 這個黑醬油很濃烈 很香 我們在外面都吃過黑醬油的食物 有時候我們評價黑醬油的食物 都是不好吃的 但是它是好吃的 嗯 它覺得豬油香 真的 不行 我們先吃一口豬油渣 嗯 嗯 很香 然後再加一片豬油和麵 一起吃 嗯 好吃 很幸福 好吃 蛋麵是沒有鹼水味的 所以現在是一碗粉 我覺得不夠厚 沒有完全 其實呢 老實說 我進來這間餐廳之前 不太抱有希望 因為我只是覺得 隨便找一碗粉來吃 就是不會覺得它是這麼好吃 而且因為我們沒有期望 所以就更加起出望 是啊 而且它在老闆蠟燒方面 在i'mtryntown town對面 第二次站過來都是幾分鐘的事 接下來我們吃這個 什麼來的 類似餃子的東西 好像是東壬雲吞 英文是 但是你看看這個雲吞 也有豬油渣 是啊 好瘋了 也有豬油渣 這樣不好吃也難 試試看 是不是泰國版的紅油炒手 我剛才也是這樣想 但是它像是黑醬油 嗯 爽啊 是啊 裡面的蝦肉 豬肉那些爽口好吃 嗯 它的醬汁不僅是醬油的 好像有點醋 酸酸的 它的醬汁很特別很不錯 但是你要吃得酸 它好像有點醋的感覺 但是不是說好酸 有一點微酸 我覺得是吊起了味 吃得到整件事沒有那麼流 因為它上面是有豬油在這裡 試試這個 豬肉多士 這是第一次吃 平時蝦多士吃得多 豬肉多士還沒吃過 嗯 嘩 嘩 怎麼一塊麵包可以這麼鬆化 而且這些都不油 我覺得泰國人炸東西又要再加 每次吃炸東西都要讚嘆 對 麵包很香 是很酥脆的 平時我們吃到蝦多士 要不麵包很油 要不就很硬 要不就很硬 但這個是鬆化 鬆軟 是愛鬆軟 它味道很脆 一點都不刮口 可以一口摘一口 我吃了第二塊 哈哈 我不擺 不是 這塊的底部有油 但是我吃的都可以 可能舊舊不一樣 五十五匹都有很多塊 我吃了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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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匹有八塊 五十五匹有八件都幾多 即是麵包一開始都有兩片麵包 嗯 你算得這麼仔細 哈哈 怎麼吃得來拍 我來這裡就是為了這個 我們叫它做泰式的Nacho 是呀 其實是平時吃的炸雲吞味 再加一些 甘韻味的豬肉水 在上面 是的 但它這樣放來不覺得很像Nacho 是嗎 像嗎 像 所以我們純粹為了一些 堅密的食物來吃 這間的 很特別 喂 還有一些必有的 豬油渣 豬油渣 好神經病 每一碟都有豬油渣 嗯 是好吃的 不過炸雲吞皮不夠酥脆 是硬脆 可惜 但是下面有醬汁 你試試蘸一下醬汁 你剛才倒這些醬汁到麵裡 這醬汁很濃嗎 不是很濃 但是酸酸咪咪酸酸甜甜酸酸辣辣 嗯 是不是 這醬汁好吃 嗯 所以我懷疑它的麵不好吃 是因為它不夠醬汁 試試我把這個麵蘸醬汁吃 太多了 太貪心了 你 從後味 試試 不錯 這個也不錯 其實它上面的肉粹 加上花生 其實很香 加上冬蔭汁 酸酸辣辣 但它不是很香濃的冬蔭汁 它是清新的冬蔭味 如果它這個雲吞皮炸得再酥脆一點 哇 這個太過了 太過了 我們點了這個 煉奶露迪 煉奶味 它有朱古力味 但是來於我個人不太喜歡那些朱古力醬 所以我們就點了這個煉奶醬 但是這個煉奶露迪 不是我們平常常吃的露迪 首先它是炸的 你看它炸到出 醬糊糊糊的 它炸了煉奶之後 它上面還撒了很多砂糖 哇 肥到爆 你現在肥仔 跟我們平常吃的露迪不同 它是比較酸的 但是很油 而且你看到它好像有很多砂糖 和煉奶 但是也不太甜 沒有水蒜中那麼甜 但是太油 那個油已經過了所有東西 這就是浪費 然後就點了一碗粉 打算吃不到一碗粉 吃得到甜品 誰知道你還要油多一口 不行我吃不到這個 總結 總結第一件說話就是環境 環境都很吵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總結 也不是一間店的總結 很少人不是一間店 我們走出來 I'm China Town 做總結 因為它在馬路邊 對 然後又有播音樂 對 其實我們剛才不知道大家 能否聽得到清楚我們的聲音 我們回家剪片才知道 第二件總結就是 裝修 裝修也挺漂亮的 我覺得打卡也不錯 泰式圍舊方 對 也不錯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食物 我的黑醬油拌麵是好吃的 如果喜歡吃黑醬油的朋友 也可以嘗試黑醬油 對 冬蔭拌麵一般沒有什麼味道 但材料也不是很差的 正正常上的 可以 其實總結都挺好吃的 我下次如果再來的話 我都會想嘗試它的湯粉 那小食方面就… 如果多些人來吃 可以吃完所有的種類會好一點 因為我們兩個吃到最後 真的太膩了 因為它也有炸東西 也有豬油炸 是那個雲吞好一點點 泰式紅油炒手好一點點 不過它也是有一層豬油在這裡 但它唯一一個不好處的地方 就是它在唐人街 為什麼不好處 因為唐人街太多好東西吃了 如果我來到唐人街 我未必會想到吃它 它不是說很差 但是我覺得 我會留下肚子吃其他 好啦好啦好啦 對啦 一定要吃豬頭餅 但也不錯的 也值得一試的 如果在這裡附近的話 還有對它們的消食有興趣的話 對啦 那你自己決定吧 有這種廢話 我自己就不會再吃 你就可能不會再吃 那個黑醬油炸麵 這就是我們總結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 Subscribe 按下旁邊的鐘 下次再看 我們帶你吃完全泰國的小丸 見泰 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有興趣關注小丸在泰國的生活 記得記得CLSS 還有還有 可以繼續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